上百位大同区各里报名参加活动的民众 一早就来到捷运建坛站2号出口广场 集合准备出发 为了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大同区公所特别举办登山践行活动 区长方月琪表示 建坛山青山步道是一条颇缓异形的郊山步道 从登山口起登只需要30分钟 即可登上建坛山小百岳 民众在运动身体之余 也能眺望市区美丽风景 同时还能够借由登山活动 联络邻里亲友间的感情 也因此获得民众的热烈参与 我们回回三年半的任何登山进行活动 那我们也就有大地出租 对我们跟我们的成长建均 然后我们进行规划到建坎山 每天登山步道 然后今年我们有个动画的进展式 回后景观平坎才有 华北达卡经验 北达卡经验 北达卡经验 那这次到底就是带你们去看 非常有力的 他们的兴趣的运动 所以因为说 无事就顺心不知道 每年都烦 每天都做这些好码 这些东西最好的人 就这些超过公民 新变平工 活动当天 大同区公所除了贴心的 为参加民众提供矿泉水毛巾之外 为了宣导市府政策 各单位也设置了公益宣导摊位 并准备精美宣导品与民众同乐 大家带着愉悦的心情 在乐落的气氛下 活动圆满成功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请你吩咐 işte